12月13号,一百多名民众盯着寒风在纽约市各大地铁站的出入口,派发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资料,会与更多的民众参与支持白宫网站上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联署签名,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和制止这种反人类的罪行。 从早上六点半开始,几万份头版印有杀人的房间大标题的英文大纪元特刊,从几十个地铁站出口,源源不断地递到纽约上班族的手中。 特刊的底板是关于白宫网站征签的信息。 虽然天气寒冷,但派发特刊的民众却不以为苦。 12月2日,美国的账战人员贡献,不符合中国人员贡献,不符合人员贡献,不符合人员贡献。 12月2日,美国医学伦理领军人物卡普兰教授等人在白宫网站发起征签,要求美国政府承担道义责任,揭露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,并将罪犯送上法庭。 如果在一个月内签名人数超过两万五千,美国政府就将对此做出回应。 从2006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人罪行第一次被揭露以来,到现在已经是六年过去了。 虽然时至今日,这依然是中共最严密掩盖的真相,但人们相信,是真相就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。 新唐人记者,曾曾,纽约八达。